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前陣子好多人問買電視的問題 其中有個電視問題很有趣 他說雲霸,我家已經有電視盒 那如果沒有Android TV 功能的 會不會比較便宜? 好,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款純顯示器 它就是JVC55KQD 它主打極廣色域 它有高彩度、真實的表現 那擁有QLED 4K 量子點的面板 以及豪華的IO介面 在同價位的產品來說 它的顏色表現會更好 所以我們今天開箱的這台電視 它是專為電視盒而生 而且是3萬元以下畫質最好的電視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Let's go!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JVC 它是來自日本的橫濱 那它的公司名字叫做日本勝利駐市會社 那我很小的時候 其實就看過很多關於它的家電 比如說床頭音響、電視 那今天開箱的這台JVC55KQD 是一台搭載4K QLED 金屬量子點面板的大型液晶顯示器 那拆箱、裝底座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略過 我們直接看它的外觀 它的機身尺寸為1235x773x238 那重量大約是14公斤 那你家裡的電視櫃 量一下、確認一下尺寸之後再購買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螢幕邊框 非常非常的窄 那幾乎只有兩枚50元硬幣的寬度而已 那乍看機身厚度 其實也大概只有1公分 不過那只是面板的厚度 實際上你還要加上它的主機板 然後喇叭、電源供應器的空間 以及如果你避掛後 那你也要預留手伸進去插線的空間 但是即使是這樣 它也是很薄的一台 在顯示器的左下方 是很小很小的白色狀態燈 那機身的操作按鍵都放在右後方 你手稍微伸進去就可以按得到 那在正下方有一條 大概1公分左右的 法斯紋金屬面板 那兩株喇叭也位於下方 那我在安裝的時候就發現 金屬量子點電視 跟傳統的液晶電視最大的差別 除了它的畫質會更好之外 它的重量也變得很輕 整台含底座只有19.2公斤 那壁掛的壓力就會變得很小 好,再來我們來直接看重點 就是它的畫面表現 這一台電視是你走進賣場 是一台能夠看得到差別的電視 那接下來我們來直接看一下畫面 這些都是我直接翻拍Netflix 正在播放的畫面 那顏色飽和到像劇照一樣 那傳統我們買電視 第一個就是比解析度 看它是FHD還是4K還是8K 那都一樣的話 我們就開始比顏色的差異 目前主流電視常見的排行榜 是QLED等於OLED再大於LED 那LED的效果是顯示最差的 那QLED跟OLED是最好的 亮質點面板的顯色色性 就是它的色彩跑和度高 顯色數高 可以接近人眼看到的畫面 那JVC 55K QD 採用的是2代4K QLED的 金屬亮質點10B的面板 那它結合了亮質點科技 以及2代4K的全面屏螢幕 那帶來超越107%的顯色科技 用更寬廣的色彩表現力 展現更奢華的視覺饗宴 再來我們要看到亮度 目前入門級的電視 通常都是全域控光 一般亮度都是在220-250nit之間 那JVC 55 KQD 它的亮度已經逼近高階電視機種 它的亮度有300nit 在峰值的亮度是350nit 已經是逼近高階機種的水準 NANA對比也有4000 這台JVC 55K QD 它採用的是直下式精準區域控光 一共有16區的智能背光處理系統 比一般中階的電視 分區控光還要再更精準一點 它會偵測每一格畫面的明暗分佈 那自動調節它的背光 那當畫面的明暗反差很大的時候 它可以精確的獨立調整 不同區域的亮度 讓亮處更亮暗處更暗 簡單說就是對比會更高 層次會更豐富 那同時像你在追劇的時候 那些人物的膚色在呈現 也不會呈現一片死白 會更有層次更有通透感 那另外它還支援這個Crystal Motion 它可以針對球賽動作片 這種場景進行運動估算 以及動態補償 那它配合LED的背光掃描 它可以精準的複製場景 那提供最大的清晰度 那接下來世界盃足球賽快到了 應該會很需要這個功能 那我這邊也翻拍一下 我最近看了一些運動的畫面 那這台JVC55 KQD 它也有畫質昇平的功能 也就是補差點的技術 那它會透過臨近的像素 去補滿解析度放大的空隙 像我們在看YouTube 愛奇藝 這些以1080p為主的影片 它會幫你把畫質進行補差點 讓畫面看起來不會這麼殘缺 會更精緻一點 畫面就會看起來更接近4K 影像就會更紮實 好再來我們來簡單看一下它的系統 JVC55 KQD 它打開的畫面是長這樣 那它有內建愛奇藝 它可以看一下那些免費的卡通 或綜藝 愛奇藝裡面 其實就有很多免費的卡通 綜藝可以看 那家裡有小朋友的 可以找一下它的免費專區 真的還不少 我家裡小朋友都還蠻喜歡看這些卡通的 那如果你要看其他更精彩的內容的話 那你也可以外接 那看你要是接電視盒 機上盒 MOD 或者是4K版的小米盒子 或者是Apple TV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它的擴充IO介面 那JVC55 KQD 這一台的IO介面其實給的很滿 很有誠意 那有四組的HDMI 2.0 一組USB 3.0 而且它的IO介面放在兩側 就是手稍微這樣繞到後面 就可以直接插得到 這一點我覺得還蠻貼心 而且機身背面也有壁掛孔 那如果你有上牆的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加購壁掛服務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這支遙控器 它其實是一般的紅外線遙控器 配置相當簡單 它沒有一般電視常見的數字鍵 所以因為沒有數字鍵 那它的背後也沒有一般傳統的Cable接口 所以它真的是一台顯示器 而不是電視 那後面其中有一組HDMI 它支援的是CEC功能 那它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像我現在用這台JVC55 KQD 加小米盒子4K 就會有兩支遙控器 但我開啟HDMI CEC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用小米盒子遙控器 來操作電視 包含電源開關 聲音 選台都沒有問題 只要小米盒子一開 電視就會跟著開機 那就很方便 我就不用帶著兩支遙控器 那其中這一次 我就直接把它收到抽屜裡 那CEC功能是雙向的 電視盒跟顯示器 兩邊你都要同時打開 才能正常使用 在最底下還有一組USB3.0 它可以拿來接隨身的硬碟 那每個人身邊 都其實都會有那種很愛抓東抓西的好朋友 那你可以跟他COPY盒子拿來插上去 就可以直接播放 那內建播放器 支援的影音格式非常豐富 基本上常見的格式都能看 而且它資料夾 最多可以支援到100層的資料夾 如果你的字幕是外掛的話 它也都可以正常顯示 還蠻方便的 在機身的下方還有設插端直啊 像是一些老舊的DVD播放機啊 或是Wii啊 這種老設備 你也可以插上去 直接去觀看使用 那在下方還有這個有線網路孔啊 光纖輸出啊 還有一組原廠專用的服務維修孔 那在聲音的部分呢 其實我也覺得它蠻夠力的 它搭載的是兩顆15瓦的立體聲喇叭 那它也支援度比音效 低音我也覺得還不錯 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有震撼感了 那我自己用的這台電視啊 廠商寄給我 我大概看了一個月之後 我真的是覺得 它的電視色彩真的是非常讚 跟以前開箱的那種 一兩萬的電視完全不一樣 真的是完全看不到差別 你看到以前那種一兩萬的電視啊 你都會覺得它的顏色都粉粉的 沒有很飽和的感覺 那這台4K亮質點的電視啊 它的色彩非常濃郁 很飽和 黑色都能黑到底 黑得很深邃 對比度啊清晰度都大幅提升 JVC55KQD啊 這台電視它支援的是 NTSC107的顯色力 但是一般的電視喔 大多只有 NTSC的72 那好一點的到85 它有到107 所以就數據來說啊 是有蠻大的差異 它的顯色能力真的是比較好 好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 這台JVC55KQD 那目前市面上的亮質點QLED電視啊 畫質跟顏色都是上選 那喜歡追劇看片的朋友啊 選亮質點就對了 那有在乎畫質色彩飽和度的朋友啊 畫質有多好我其實都拍給你看 那目前亮質點QLED的電視啊 普遍售價都來到5萬左右 55吋啊 那JVC55KQD啊 讓售價直接跌到3萬有早 那沒預算沒關係 現在你可以用3萬以內的預算 直接買到亮質點 實在是非常划算 那目前這台電視啊 其實在MOMO就可以買得到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的說明欄 那有什麼問題的朋友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喔 掰掰 年於女生在相當上 又下支影片 選往下支影片 雲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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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霸